我們要知道波羅的海三小國 他本來都是蘇聯的邦 在他們獨立的過程中 這三個國家境內大概都有20%到25%的 俄羅斯人住在這三個邦 結果這三個邦對俄羅斯人採取了歧視的作為 就是不允許他們有不明權 而且全面性的去抹黑俄羅斯的歷史 結果普京就是俄羅斯最近做了一個動作 宣布愛沙尼亞的總理 說他是俄羅斯的通緝犯 這個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那原因是什麼呢 那就在2月17號 我們看到烏克蘭 從這個一個重要的一個堡壘城市撤軍 這個城市叫做阿夫底夫卡 那有人把它翻為阿瓦底夫卡 不管怎樣 這是烏東 大概是最重要的一個堡壘城市 那烏克蘭從這裡撤軍 大概就表示俄羅斯戰爭已經達到了轉折點 這個圖大家可以去看 就上面有5個城市 就是都被俄羅斯打下來了 那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阿瓦底夫卡 剛好就在正中間 那其他呢 比如說往北就是巴赫穆特 克拉米納 還有往下是馬林卡 然後再往下 有這個羅伯丁 這5個就是烏克蘭長期經營的堡壘城市 全部都被打掉 這個我跟各位簡單講一下 我們說你突破了烏克蘭的5個戰略據點 都是堡壘城市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打下來之後 往前看就是一馬平穿 就往下看烏克蘭就沒有戰略據點 沒有堡壘城市了 他是一望無際的平原阿 所以接下來俄羅斯到底要打哪裡 變成誰變他打 那我個人是這樣判斷 就是2月24號俄烏戰爭滿兩年阿 俄羅斯一定又會再提出和平的呼籲 說你要不要來談阿 我就現狀停火看你要不要來談 那因為3月普京要選舉阿 普京現在的民調是75% 就百分之百當選阿 那他會給烏克蘭時間去考慮 就是2月24號他會提出和平的訴求 然後接下來就是普京 確定連任之後 如果烏克蘭還是不來談阿 他大概就要展開進一步的攻勢 那這個就是大家看到了這個俄羅斯 普京現在的連任的機率非常的高阿 他的支持度高到75% 而且今年俄羅斯的經濟成長率 國際貨幣基金估計是3.6 這非常高阿 各位你知道今年德國的成長率是多少嗎 0.5英國0.2 俄羅斯是3.6阿 因為他的整個軍工產業全面復甦阿 他今年的國防預算竟然高達 GDP的6% 你想想有多高阿 嚇死人阿 所以等於就是他開始發現阿 他的軍工產業還是他的優勝的項目 他不只可以製造大量的炮彈阿 據我了解阿 俄羅斯現在一年生產的炮彈 比北約所有的國家加起來還多 所以普京當然就是越來越有自信 就造成這樣的一個局面 所以呢 在阿瓦迪夫卡確定淪陷之後 現在歐洲國家都非常恐慌 他們就是憂慮阿 說俄羅斯接下來就是要打歐洲了啦 他們當然不是說立即打 而是說他們認為十年內阿 中將 北約的國家中將有一些國家跟俄羅斯發生衝突 那最可能發生衝突的地方 大家公認就是波羅的海三個小國 還有波蘭 大家已經開始緊張了 所以你就看這張圖阿 北約國家 越來越大聲說 俄羅斯可能會來攻打我們歐洲阿 所以你看北約國家從2月開始 開始展開了9萬人動員的一個超大規模的演習阿 這個北約的演習竟然長達到2月到5月阿 因為他們真的趕快害怕 而且聽說還針對核子戰爭阿 做了預言阿 就是英國出動了他的戰略核潛艇 然後發射三叉戟的飛彈 這個三叉戟的飛彈平常是有核彈頭的 那當然演習就沒有裝上去 可是就是歐洲人真的是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緊張 那目前就波羅的海的國家 應該像艾薩尼亞他的情報部門就說 波羅的海就是俄羅斯的新的目標 因為我們要知道波羅的海三小國 他本來都是蘇聯的幫 那他們獨立的過程中 這三個國家境內大概都有20到25%的 俄羅斯人住在這三個幫 結果這三個幫對俄羅斯人採取了歧視的作為 就是不允許他們有公民權 而且全面性的去抹黑俄羅斯的歷史 結果普京就是俄羅斯最近做了一個動作 宣布艾薩尼亞的總理 這位總理說他是俄羅斯的通緝犯 你知道吧 這個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結果俄羅斯把周邊國家的總理 國家領導人 列為他們的通緝犯 列為黑名單 你知道吧 那原因是什麼呢 他說這位 這個叫卡拉斯 艾薩尼亞的總理 他的罪名是對俄羅斯還有歷史記憶 採取敵對的行動 他把艾薩尼亞境內所有蘇聯時期的紀念碑全部拆掉 你有沒有覺得這聽起來有點像台灣的歷史課綱 未來不知道中國大陸會不會用同樣的邏輯 說台灣有些人就是該被通緝 該被列入黑名單 就抹黑中國的歷史 這個真的是我的文所未聞 不過就是發生了 所以波羅地亞這些國家感到非常的恐慌 因為不只是艾薩尼亞總理被列入 國務秘書也被列入 立陶宛的文化部長也被列入 拉脫維亞的幾位部長跟議員都被列入 俄羅斯指控這些人 褻瀆破壞俄羅斯的歷史記憶 雖然連這種東西都可以成為這個 國與國之間的相爭的一個目標 那俄羅斯美國CIA就說俄羅斯最近正發射了一個叫反衛星的核武系統 就在低軌道部署 他說俄羅斯有能力在太空部署反衛星的核武系統 那他在這個低軌 什麼叫低軌呢 低軌衛星就是大概在空中1500到2000公里左右 這個位置 那他說俄羅斯可以用小型的核武在低軌的軌道引爆 讓他的正波呢可以摧毀美國的低軌衛星 低軌衛星你想到什麼 當然就是馬斯克的心鏈 心鏈計畫就是設在低軌衛星 那大家記不記得這個馬斯克的心鏈就是供烏克蘭使用 所以你看俄羅斯寄到現在 所以他現在就發展了這個反衛星的核武系統 那美國CIA就把它公佈了 在美國很多報紙都是頭版 頭啊 那俄羅斯立刻否認 說美國胡說八道又在抹黑我了 可是我認為這個是真的 因為美國也有在搞殺手衛星啊 他也一直否認啊 可是大家都覺得是真的 各位你去想一想啊 俄羅斯做反衛星的核武系統在低軌道 這個對俄羅斯來講 事實上技術的層次並不是非常高啊 所以美國現在就在擔心 歐洲也在擔心 歐洲擔心俄羅斯真的打歐洲啊 打波羅的海國家打波蘭 那到時候北約怎麼辦 因為你就想說 那北約不是有集體安全條款嗎 可是我問你啊 如果是俄羅斯倒了之後 那並沒有去佔領呢 那這樣北約要不要還擊呢 所以我跟你講現在變成是 在烏克蘭的阿瓦迪夫卡這個城市陷落之後 歐洲國家認為烏克蘭已經無險可守啊 所以俄羅斯如果要出動 他的攻擊的力量來攻擊 跟俄羅斯相平民的國家 像波羅的海國家 波蘭這些國家 那歐洲就陷入了極大的恐慌啊 再次回到會了 こう說